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從孩子的角度 如果你用這些罵法 孩子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內化成自我的觀感 第一個 你怎麼這麼笨 教這麼多次都不會 孩子會覺得 欸 對 媽媽講了這麼多次 我真的學不會 我真的很笨 所以這樣子會讓孩子越來越自卑 因為我就是這麼笨 而且媽媽每天都提醒我 我真的很笨 所以他的自卑 低自信 成就感比較低 這些都是這句話帶出來的 第二個最常看的就是 欸 你怎麼這麼愛生氣 不是 這只是一台車子嘛 有什麼了不起 不要那麼愛生氣啊 辣媽你一直笑 你一直嘗嘗 這句話都說 他說 我兒子都會說 他就有一次 他只是很開玩笑說 你年輕的時候有沒有人追你 他跟我很累 我就說沒有 他說 我想也是 他跟我說 我說為什麼 所以就變暴了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撐住 因為我們比他多活了很多年 我不能因為這一句話 就被他牽著鼻子走 但是如果你常常對你的孩子 不管幾歲 甚至12歲之前都是一樣的效果 你如果每天跟他說 你怎麼這麼愛生氣 從你來你怎麼這麼愛生氣 他自然而然就會覺得 欸 對 我真的是一隻愛生氣的小恐龍 我每次生氣我都會噴火出來 這樣子的孩子就會讓他 真的情緒會越來越失控 那最後一個也是常常聽到了 你這麼壞 我不要你了啦 我把你送給別人了啦 很長嗎 對 你知道 很長嗎 很長 那你知道孩子這個時候 他會有什麼感受嗎 你知道媽媽 孩子最怕的就是爸爸媽媽不要我了 對 所以當你說出這句 我不要你了 真的是那個是等於像天崩地裂 尤其在有一種孩子 他們是比較敏感的 分離焦慮比較明顯的 那但是這種孩子 更容易會讓他的媽媽 你真的是整天黏夠了 我不是跟你說嗎 我去上班我等一下就回來了 媽媽 那這個時候媽媽就很容易噴出來 你每次都這樣子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不要你了 我把你送出去好了 沒有你這種小孩 那但是這樣的罵法 媽媽情緒宣洩了 但是會讓我們的孩子 分離焦慮更嚴重 對 因為他本來他的罩門就是 媽媽你不要我 結果你今天真的從你嘴巴 噴出來這句話了 那個已經不是地球毀滅可以形容的 我說真的 這句話不講的話 我沒有話可以罵小孩 你真的在罵人嗎 不講話 等一下話粗在一起 你好罵人